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 日前有消息称大众骑车在华廉价车品牌有了最新进展 按照计划该品牌将率先推出两款SUV车型 由大众与一汽联合打造并仅在国内销售 消息还称考虑到大众乘用车品牌的定位是大众化市场宗教高端的层次 大众搞管认为这样一款车并不适合搭载大众车标 因此廉价车或将成为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第13个品牌 那就叫小人吧很贴切啊 据特斯拉CEO Alan Musk透露 特斯拉会为Model 3车型提供极速套件 搭载极速套件后新车将拥有更强的性能 虽然Model 3要到2017年才能正式交付 但是其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订单 加入极速套件仿佛又给了很多人一个订购该车的理由呢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亮相的奇亚K5混动版车型 现在有官方消息称 即将在本月正式上市 国产版K5混动版的动力参数目前尚未公布 海外版采用的是一套由2.0升GDI发动机加电动机的混合动力系统 匹配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 那国产版是否依旧会保持奇亚在国内的高性价比路线呢 实在让人期待呢 此外北京现代国产索拿塔9的混动版车型 也将于本月在国内正式上市 相比普通版车型 新车的前进气格山轮圈以及尾灯都换装了全新设计 动力方面新车采用插电式混动设计 搭载的是一套由2.0升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其中电动机最大功率为52马力 纯电模式下续航里程约为35公里 传动系统匹配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 使用240伏电源仅需两个半小时即可完成充电 120伏则需要5个小时 但是充一次电跑35公里 你是来搞笑的吧 日前一组奔驰CLA180车型的国内实测图曝光 新车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 内饰则使用了一款圆形的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台多媒体显示屏尺寸较小 驾驶员座椅也使用的是手动条件 动力方面新车有望搭载一台与奔驰A180相同的1.6T低功率版发动机 该车将以CLA入门级车型的身份在国内推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 汽车资讯Vager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了